好 各位企友大家好 那这本期是4月1号进行的议程狙击ID预约对局半决赛 由黑方王庆号对战白方变相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左上先走一个定势 然后各自挂脚右下双飞 白棋三路拖黑棋搬沾 白棋小尖黑棋飞招 这个都是定势的下法 这个地方选择大飞就不怕白棋冲断 断开的话黑棋底下可以先断 弃掉两颗子 然后来一个断打完之后的一个虚加 这样的话白棋只能听从黑棋摆布 这样被滚包一圈 然后黑棋这个脚上的冲断也算是补掉了 因为这个白棋冲断的话底下有个拐头 气不够 这个断一补黑棋把右边这个一长 白棋得拆一个 然后黑棋底下再一站 这样黑棋外面还是很厚的 脚上也没有问题 白棋无趣 所以说实战白棋直接拆是正招 然后黑棋也来一个双飞 之后白棋靠压 黑棋没有三路拖 长进去 然后再往底下逼住 白棋虎一个先手补断压出来 这里黑棋就不要去扳头了 扳头白棋反扳的话 黑棋还得再补个断 然后白棋打持沾上 上面也不能被白棋挺头 这个很大 但黑棋打一手的时候 那白棋再往底下打入 这样黑棋就相当于帮助白棋补齐 这个断白棋就先手补好了 再打入的话就很严厉了 所以说白棋压出来的话 黑棋是往右边贴起 白棋脚上冲断 黑棋二路脱退 做活 下一手棋白棋走缓了 这个棋不应该去补了 还是应该回到底下去打入 那白棋的顾虑呢 肯定是在右边啊 因为右边不补的话 除了有这种二路夹之类的手段 就比如说黑棋还可以挣 点进来 你冲 他扳 断的话 黑棋再一打持 这个棋镜肯定会 站不上 站的话就被打持 一起闷死了 但其实也还好 就算被黑棋吃通的话 白棋右边是活棋 底下打入的话 黑棋还欠了一手 没有补 所以说右边这个地方 只要不会整体死掉 就可以脱陷了 还是底下这个价值更大 实战白棋下了一步还手 往右边贴住 那黑棋左下小肩 白棋靠住 保证掩位 黑棋再往左边并一个 这个是棋形的要理 这一并的话 黑棋的边控围的就非常扎实 那接下来白棋还是没有选择打入 因为现在再打入 左边这里有危险 黑棋小肩出头 再一跳 你要是盖死这两颗子的话 黑棋往脚上一夹 除了眼位受损 这个旁边还有一个冲断的问题 这个白棋左下就非常危险 所以说黑棋并一个 白棋也双一个 把这里的问题补好 黑棋小肩联络 这样一来的话 黑棋底下也就安定了 可以说整个下方 这两个脚的定型 白棋的失误 就是在右边这手贴 太坏 之后白棋挂脚 黑棋肩顶走定式 然后白棋底下扳头 黑棋反扳白棋长 这个地方黑棋外面这块 倒是越来越薄了 但是黑棋是打算看轻的 实战黑棋往上夹击 如果说白棋再花一手棋 去吃右下的话 还没有完全吃住 黑棋可以再往上方拆 整个格局就全部打开了 黑棋边边角角 站的这个墓术还是挺多的 实战白棋先逼住 黑棋跳一个 白棋大飞出头 那上面这个 就算被震头的话 也震不死 所以说黑棋脱先 回到中间大飞 这个棋呢 一方面是把右下 以后可能会被吃掉的这个棋 木数减少到最小 还有就是想发展中间的潜力了 那下一手棋白棋的这个食物 真的是一个惊天食物 一个超级勺子 这个棋应该夹在这儿去吃棋 夹在这儿黑棋动不了 这样的话打吃 三颗子吃通 站在这儿的话断 右边这个打吃 接不归 黑棋也不入棋 所以说 这个棋往这儿一夹呢 白棋已经连通了 后面再跟黑棋慢慢的去磨 实战白棋跳刺在这里 严重有问题 被黑棋唬一个 那这个时候 其实白棋应该赶快止损 还是要定型 因为底下白棋不活 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先把这个挖毡给走掉 黑棋右边毡 你就把这个棋筋给团株连回 这样黑棋脚上还得在后手补国 白棋可以往中间断 断完之后尝一个 黑棋不敢出动这颗子 不然的话这里要封锁 但黑棋跳回的时候 白棋再来一个飞加 黑棋如果说这个上方不补的话 以后白棋这里还有靠段 所以说黑棋还得在后手补齐 这样一来的话 白棋底下大龙 先手安定 然后黑棋中间也没有走到什么东西 一串单关联络 然后白棋再去其他地方收官 比如说左上的这个班瞻走掉 都可以 这个局势仍然是一个误误开 实战 白棋觉得这个地方不想走了 直接去抢大棺子 左上班瞻 那完全是脱离主战场 被黑棋右下一瞻 白棋难受了 实战 白棋成一个黑棋 沾上 底下因为白棋不活 还得再飞出逃跑 黑棋 这个二路搬 搬完之后再一虎 又破掉白棋的眼 又把底下这里大路的问题 给他解决掉 然后白棋打吃 黑棋沾上 白棋小间逃跑 那这个时候白棋肯定也是忽略了 黑棋这个打吃的这个严厉性 首先这个结白棋不能开 黑棋的无忧结 那白棋只有沾 然后黑棋再靠在这 这一靠的话 白棋一双 白棋一冲 黑棋一双 明显有两个段了 所以说白棋刚才这个小间出头 也是非常有问题的 要出头的话 还不如走这 实战被黑棋往这一双 白棋沾上之后 黑棋咔嚓一段 那白棋底下大龙要死 当然了 只要白棋想活的话 现在还是有出路的 就是可以利用这个 二路搬之后 可以先把底下交换掉 然后再来一个一路连搬 这个是最为顽强的下法 黑棋要是拍上来 跟白棋打这个结的话 那白棋外面这里是有本身结的 这个地方断打以后贴住 都是白棋的结材 右下这个结可以再提 那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如果说不打结 沾上的话 那白棋还是可以把这个棋筋给沾回 黑棋只要断打 那白棋就找外面这个断打的本身结 那黑棋要是外面补后的话 白棋就底下做活 这个棋 黑棋也得活 白棋搬 黑棋立 双方各自活棋 虽然说这个中间的后保很亏 底下这一串 也亏进去了 但是至少白棋还能下 比如说以后这个跳回 对吧 也可以拽回一些残子 左下角也不至于死掉 最多是让黑棋中间的这个空更好位了 所以说正下的话 白棋差不多还有一个十个点的胜率 那实战 白棋直接团住 连回棋筋这个问题大了 黑棋先往路搬 白棋挡住 现在如果说黑棋的心一横 就站上杀白棋的话 其实是行得通的 因为这个底下 首先白棋飞下来 黑棋二路拖可以扛得住 两边都能连回 白棋往中间断打 底下长一个挤进去都没用 黑棋都是活的 中间连续压 黑棋就更任意 无非也就是白棋往中间一飞 可以把黑棋这块棋照进去 那黑棋长期就完事了 这个地方飞出 白棋再飞 马上直接跟白棋底下杀气 这个白棋气也不够啊 实战 黑棋是不想这个搞成对杀啊 这么冒险 所以说就长一个 中间一补断 黑棋认为已经可以了 便宜了 那白棋往右边搬 搬完之后 因为底下不活啊 只有二路打拔 先做活 黑棋立 白棋右边 爬一个 粘上 先手 黑棋做活 白棋也活 这样都是这个 各自活棋 但是黑棋获得一个先手 再往左边一跳 底下白棋 这个木树全部溃出去 而且这个左下角 被黑棋这样 封锁之后啊 也产生了这个性命危险 但白棋脚上不可能补啊 这个时候补的话 黑棋中间 这个乌泱泱的一片 那白棋怎么办呢 继续放手 一波了 左上角开始点 这个同样是脱离主战场 跟刚才这个左上角 二路搬斩 这个犯的错误 如出位者 那黑棋往左下一夹 开始发力了 白棋几个 黑棋度过 这个地方 撑其量也是 冲其量也是一个 这个打结活啊 白棋可以在这做结 黑棋提 白棋左边 找一枚本身结 再提过来 因为黑棋也不可能 尝进去 尝进去 还是一个打结 但是黑棋如果打输的话 损了更多 要打结的话 黑棋就 这个胡在外面 白棋翻打 黑棋再提 反正这个结 基本上是黑棋的无忧结 随便找一找 这个白棋就不行了 这个已经是白棋 最好的结果 实战白棋 反打 然后尝一个 那这一手棋 没有打迟到的话 被黑棋团住 黑棋脚团活了 里面要是搞不出来 什么东西的话 白棋都得死 实战白棋 往底下跳一个 想对杀 黑棋唬一个 白棋 左下 叫利 先手 这个点进去 先手 不过这个都没用 白棋搬 黑棋 这一串交换 白棋也不怕浪费劫财 主要是以后 有这个一路利的 这个先手 然后脚上也铺结 对于这个外面的对杀 稍微有点帮助 那接下来白棋 其实已经不行了 你这个棋 里面棋太紧 AI给出的一个变化图 是白棋断在外面 然后黑棋打 你沾 黑棋在一挖 里面是死的 然后白棋 这样贴住 其实这样也不行 因为黑棋只要把右边大龙 飞出去就行了 你底下打吃 黑棋断打滚包 再一打 等白棋团住的时候 黑棋要注意 这个地方不要从这打 从这打就完了 被白棋沾上先手 上面打吃先手 再一打先手 再一打快一气 把黑棋鱼形吃掉 这个棋应该打在哪呢 打在这就行了 打在这 白棋沾 黑棋再收棋 那白棋的棋是不够了 这里有个小陷阱 不过这个陷阱比较低级 黑棋不可能上当 这个是AI推荐的 外面的断 没用 实战白棋是团在里面 那黑棋挖沾 白棋沾上 这个棋 黑棋只要像实战一样 直接打吃就行了 不要放着这个打吃不走 先去冲 进气 那白棋又有的下了 底下这一喉脚上要铺结 黑棋团住的话 白棋往底下一冲 你要是再不打 继续往这冲 收棋的话 那白棋可以挖在上面了 这个棋 黑棋要沾的话 白棋就打吃 整体形成一个铁针 黑棋就没事找事干了 黑棋要从底下打吃的话 白棋自然是接不上 这个沾上被黑棋 直接打死 但白棋可以先手提这个了 多多少少还是拽回来一点 而且黑棋中间这个断点 又需要补了 不过这个地方 黑棋也是完全算清楚了 全在掌控之中 直接往这一打 白棋认输 因为这一先打非常重要 就是白棋沾的话 黑棋还是往里面去爬 爬的话在一起 这样白棋沾上 黑棋在一起沾 收棋 白棋气明显不够 那这个地方一死的话 其实白棋也没得下了 这个损失太大 失血够多 像这个上面这半盘 现在还没怎么动 但就算白棋先动手的话 也没用 比如说这里飞出来 黑棋就扎个铃 你这个吃左上角 这三颗子给你了 黑棋只要把上面 这两颗子处理好就行了 稳妥一点就直接跳回 中间很厚 随便回家 再走的秀一点 就靠完之后再扳 让白棋左上吃的根 为的重复 黑棋也是火棋 所以说白棋就直接不抵抗了 那这盘棋也是王兴浩的一盘速胜 也可以说是一盘完胜 那变相一呢 这个失误就比较多了 在右下角这里的定型 可以说失误不断 特别是这个 没有走到吃三颗起筋 这首靠 选择往中间跳一个 这个简直让人看不懂 然后白棋还没有及时的去止损 把底下做活 在中间定型 连续的脱离主战场 在左上去二路搬瞻 又往这个三路点去收这里的空 然后遭到黑棋底下的一通猛锤 这个白棋就立马被打趴下 这个对杀也杀不过 这个脚上的也是突然死亡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